目開馬 YO 大家好,我是原子碧 我是水煉公高步教練小菜 小菜 YES 新的一年跟大家拜個萬年好了 強義 強義強義 祝大家虎年行大運 希望大家今年都會答案對 虎虎生虹 沒有啦,是新年喔 新的一年就是要開始抽 新手計劃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很多新手不知道高爾夫球是什麼東西 只有看過朋友怎麼打 或是網路上看過 而不了解整個高爾夫的過程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影片 給很多想要接觸高爾夫球的人 全我們呢,可以更深入的了解高爾夫球 最重要的是 還是要感謝我們的乾爹 LMS 找到在裡面啊 購買所有相關的產品 在特別優惠欄那邊輸入 LMS MHP 就可以獲得我這一頂超漂亮的漁服 登 這樣 新手計劃第二集想要分享哪部分 因為上次我們是分享球肝 再來 我們就要開始打球 可是打球之前呢 握肝 站姿很重要 當你沒有握好的時候 即使你的球打得再好 那也有可能會產生不穩定的因素 那我們今天就來分享握肝的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GO 今天呢我們就來介紹一下握肝 握肝 握肝很多人會聽到說 強勢握肝 弱勢握肝 那到底什麼是強勢 什麼是弱勢 有些人可能會誤會成說 握握用力一點的都強勢 握握輕一點的都弱勢 其實不是 那個只是握壓 握肝壓力 握肝的力道 那我先解釋什麼是強勢握肝 以我們右脾子來講 我們在打球 記得 右脾子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千萬不要 右上左下 這樣打不出去 而且你手腕很有可能容易受傷 那左脾子都相反 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以強勢握肝來講的話 如果說是以戴手套這一隻 當我的握肝略靠近手指頭 以及我從正面看下來的話 我看到的骨頭的數量 就是指節的部分 OK 指節的部分 越多的話 那代表說就越強勢 假設有些人他習慣我弱勢握肝 那就會握在比較接近手掌的位置 基本上我從正面來看 由我的角度 由上往下看 就看不到指節了 那右手 右手都相反啦 當我的手掌朝上的時候 就是強勢 手掌朝下的時候 就是弱勢 所以 左手 包過來叫強勢 不包過來叫弱勢 右手 手掌朝上叫強勢 手掌朝下叫弱勢 再來 有些人的握肝會有 護鎖式 重疊式 甚至於說是棒球式的握肝 那我先解釋一下 護鎖式的握肝 由我們的左手食指 跟右手小拇指勾起來 再來 重疊式握肝 右手小拇指輕輕地放在 左手食指以及中指的接縫處 輕輕地放著就好了 不要塞進去 再來 棒球式 我們兩隻手是沒有重疊的 也沒有護鎖 就直接像打棒球一樣包外上面 以上這三種握肝呢 其實適合的族群都不太一樣 像我剛提到的 重疊式的握肝 這是後面才發展出來的握肝 適合這種握肝的人 手比較大的女生 或者是男生 護鎖式的握肝 比較適合的是 手比較小的男生 或者是女生 再來 棒球式的握肝 比較適合的是小朋友 比如說小一小二 或者說大班中班 他的手可能比較沒有力量 他沒有辦法舉起整隻肝子 所以他必須使用棒球式的握肝 去把肝子給撐起來 提起來做打擊的動作 那我先解釋一下這三種握肝 以及說他影響到什麼 通常握強勢握肝的人 居多都會是握重疊式的 弱勢握肝的人 居多都是握護手式的比較多 那以我現在他的握肝 假設是以重疊式的來講 強勢握肝的人 他的球基本上比較偏左取 那如果說是弱勢握肝的人 本來他的球比較偏右取 可是不代表說我握強勢 就打不出右取 我握弱勢就打不出左取 而是此種握肝呢 他所適合的球路是不一樣的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看到電視上很多選手 他們會打那種左取球 右取球 那是不是由握肝去改變的 確實 有些選手他是用握肝來改變 比如說我握強勢一點 那我球就帶左取 我握手弱勢一點 球就帶右取 再來有些他是用他的站位方式 他的球位的擺放方式 因為每個選手都有他獨特的控球 那有些可能這種站位 或者說像我剛剛提到的球位 或者說他以他的揮肝的平面 去調整他的球路 所以我會建議 假設你今天是握個強勢握肝的人 那你除了推肝以外 那其他的球肝都是握一樣的握肝 關於推肝的握法 之後我們會提到 不要緊 之後就會提到 小蔡教練 欸 那到底怎麼知道 自己適合強勢握肝還是弱勢握肝呢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會請學員 就是手放鬆 然後放站直 然後去看我們手肘的位置 有些他可能手肘 他放鬆的時候 手肘是朝前的 人家有沒有看到他手掌 也比較朝前一點 就當握過來的時候 手肘比較偏弱勢一點 右手朝前的話 或者比較偏強勢一點 那有些他可能手肘朝內 每個人的身體勾到不太一樣 像我自己本身 我的手掌是比較朝內側 手肘是朝內側 所以握過來 是偏比較強勢的握感 右手 就比較偏弱勢的握感 那有些人他可能會 兩手都強勢 那當然也是可以打啦 只是說這樣子 你的方向性很難掌控 所以我建議是 一手強一手弱勢會比較好一點 小蔡教練 剛才您教我們就是這樣看啊 那我看一下我是適合哪一種好不好 放鬆 放鬆 阿比來講 他的手肘比較偏前方 可是他的手腕 手臂自然放下來的時候 看見他的手掌是朝側面的 一樣由他手掌放鬆的地方去做握感 好 換右手 過來 所以阿比來講的話 他的左手比較偏強勢 右手比較偏弱勢一點點 所以可以由你的手肘自然擺放的方向 就不用很驚 你就放鬆 然後看一下你的手肘 手掌操的方向是哪裡 然後去決定你的握感 是不是很棒 沒有人跟你講這些 先了解自己的握感 沒錯 然後再去學習正確的揮感 這樣子會失敗 OK 那我們今天的新手第二集計畫 握感教學就到這邊 沒錯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